二手樓價跌不停 新界屋苑再錄涉釋讓 沙田第一城一個兩房單位以455萬元逆手 原業主三年實涉予110萬元或兩成 為屋苑過去約一個月來第八宗選手個案 沙田第一城上月錄得至少7宗涉釋讓成交 踏入九月份暫錄兩宗成交 樓價均屬四字頭 其中一宗要涉賣 中原地產區域營業董事黎中文表示 沙田第一城四十四座低層室 實用面積二百八十四方尺 開價五百四十萬元 二價至四百五十五萬元逆手 實用尺價一萬六千零二十一元 據了解 原業主於2019年以五百四十萬元購入 持貨三年賬面洩八十五萬元 或百分之十五點七 練習廢料虧損於一百一十萬元 涉幅超過百分之二十 美聯物業首席高級營業經理陳俊賢表示 沙田第一城另一宗成交為四十八座低層室 實用面積二百八十四方尺 原業主開價四百八十萬元 不足兩個月減價至四百二十五萬元賣出 實用尺價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五元 流價重回五年前水平 利家國地產分行經理鄧啟琳表示 原廣泊要去Genova 進聯二夜期 十八座低層室 實用面積八百二十三方尺 採三房套間隔 以一千一百二十二萬元購出 實用尺價一萬三千六百三十三元 據了解 原業主二零一百年 以約一千二百五十六萬元一手購入單位 持貨約四年賬免虧損約一百三十四萬元 或百分之十點七 流價回落 准買家入市二肉回升 中原地產統計 十大屋苑本周末路得四百六十五組體樓預約 為近六周最多 岸周增加百分之十二點六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 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二手二架空間擴大 加上本周末未有全新盤發售 刺激二手體流量回升 美聯物業統計十五個屋苑 本周末預約體流量共約468組 連升五星期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 港澳報少明表示 新盤熱銷 你好入市氣氛 雖然加息陰霾未散 但只要本港銀行加幅符合市場預期 整體樓市氣氛可望逐步恢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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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